下边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界 基本界简单说的话是动词 首先一个动词在一个句子中 作为句委的时候它不能用圆形 而是说要给它加上尼恩或者是嫩 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形容词是可以用圆形 所以说动词的基本界 那就是给动词的圆形加上尼恩或者是嫩 究竟加哪一个呢 这个就看它这个词干上有没有收音了 也就是说开音节和避音节 那这是一个另外形容词的话 就不能加这个用圆形 那么基本界是韩语中最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句委 再注意这个是句委 不是在句子的中间用的 我们现在说的是句委 所以说韩语能力考试的大小作文的句委呢 就用这样的一个表达 那我们看两个例子 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尼恩 另外呢是加嫩 我的意思呢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这里写成 和解嘎的话呢是不可以的 比如说这里 这么写的也是不可以 这个呢是最基本的这个韩语的一个常识 所以说呢会在最前面告诉大家 那这是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认识 但是呢实际上实际上使用的时候 它这个句子可能没有我们写的那么简单 为什么呢 基本界表示什么呢 我刚才在前面没有讲 基本界的是这样的 一个呢是 这个它表示这个动作正在发生 这是一个概念 然后另外一个呢 它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动作经常发生 那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啊 这么写的话呢 那当然是明天去上学了 是吧 加上时间之后呢 它又怎么样 它又表示了将来 那假设说啊 我如果 我们看第二个吧 第二个 这句话呢 非常非常简单 谁都知道它是吃饭的意思 但是 它可以表示什么呢 一个是正在吃饭 你可以这么表达 另外一个呢 它还可以表示 这个人经常吃饭 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不减肥 是吧 它是吃饭的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还是要看前后文 是吧 一般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呢 韩语里边呢 也是会存在这个起义 那么另外一个呢 当我们表示一个动作正在发生的时候呢 你想强调正在发生的话呢 一般呢 还是用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起义了嘛 对吧 好 这是一个啊 那我们看一下啊 韩米能力考试中 容易拼错的基本件 基本件还有一个难点 就是它的这个 写的时候啊 它不是 它有两个问题啊 一个呢 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比较特殊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考生呢 动词上刚才讲了 你用的或者是能试要加上去的 但是考生呢 没有加的时候比较多啊 另外一个呢 形容词呢 是不能加的 但是呢 很多人又加啊 所以说呢 我在这里呢 就列出来了 这个呢 大家呢 这个大概看一下的话呢 就可以了 那后边的这个呢 就是它的基本件了 就是说啊 考生的话 比如说这个接受 把大 把嫩的 很多人可能就把这个嫩的 就漏掉了 是吧 你如果漏掉了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可能这个初级语法 没有过关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说呢 你是要 结果写对啊 这是一个啊 然后呢 我们再往后看啊 基本件和过去时 一个句子 我要不要 其实就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一个句子 我要不要用过去时的问题 首先一个啊 基本件呢 它表示常规的动作 换句话来讲啊 我说这句话呢 它不涉及到时间的问题 我就是就事论事 但是过去时呢 是这个 指一个具体的事情 我不是说讲道理 而是说是具体发生的一件事情 这是它俩的一个区别 我们看下边呢 有三个句子 基本件 对吧 那夏天经常下雨 它所描述的是 这个地方的气候 然后第二个 用了过去时 表示什么呢 表示 是以前 这个地方夏天是经常下雨的 对吧 经常下雨 然后第三个 昨天下雨了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看啊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第一和第二的区别在于 后边 一个用了过去时 一个没有用过去时 是吧 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 那我如果用了过去时的话呢 就它讲的是以前的气候 那我没有用过去时呢 那就是现在的气候 气候的特点啊 就是经常下雨 然后第三个 昨天下雨了 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对吧 上边呢 没有具体的时间 大家注意啊 具体昨天的话呢 那就指的是 昨天的那一场雨 那这个时候就不是气候了啊 是一个天气 这是一个啊 另外呢 我们再看基本界的 这样的一个用法啊 表达肯定和未来 刚才前面也讲了 基本界表示什么呢 可以表示将来啊 明天上学啊 它表示明天不休息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个肯定 是吧 肯定什么呢 肯定明天上学呗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 表示未来啊 表达未来 表达未来是什么呢 未来时 就将来时呢 不一定用 r 格式的 或者是 g 这样的东西 你用基本界呢 也可以 而且呢 这是非常常见的表达 ana nel 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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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hahkul gandah 是吧 它表示未来的时候呢 它一般呢 都是有表示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词 明天或者明年 对吧 都有 那这个呢 就是基本界的这个必须常见的一个用法 好 这个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